双普选并不是完全的自制 因为香港的双普选 它是一国两制跟基本法框架下的双普选 它所要实现的是一个作为地方民主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如何进行普选 选出一个符合宪法与基本法框架的管制架构 或者它立法会还有行政长官 所以它不能够去等同于独立政治体的 国家层级的普选 所以这个普选它就必须要有法律上的限制 使得普选跟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协调 相结合 我们注意到831决定本来就是做了一个结合的方案 就是怎么样让香港的普选与国家的安全 在制度上结合起来 非常可惜的是 香港反对派集体否决了831决定基础上的政改方案 导致香港的普选政改就陷入了停滞 现在有了人大常委会关于附件一附件二新的修订案之后 那么五步举程序就不再适用了 那么原来831决定这个方案也不再实施 但是双普选的目标仍然存在 要推进双普选未来的话 我认为香港的爱国者治港 它必须要全面的展现 香港的国家安全法的实施 要充分有效的展开 对国家安全的意识 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共识 应当是社会性的 应当是香港社会 不分哪一个阶层 不分哪一个政治派别 都需要去维护的一个共识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 那中央才能够信任 香港特别信任区去追求双普选 是符合国家利益 国家安全的 然后呢在中央的主导之下 双普选才有重新讨论的余地 因为在回归之前 一国两制有一个说法叫 紧水不犯河水 那当时中央的考量是 香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 那么他所有的这个制度跟生活方式呢 相对优越 相对发达或者现代化 而内地呢 当时在现代化上刚刚起步 在经济改革 制度建设 还有与国际市场的互动方面呢 缺乏系统的经验 跟制度的安排 所以在当时呢 讲两地的融合呢 也不具有客观的一些条件 那当时的话 融合就并没有成为一个主题 那回归之后同样 较长时间里面呢 两地之间仍然是一个 紧水不犯河水的状态 中央在管制香港方面呢 在权力行使上是高度节制的 而在政策的配置上呢 主要侧重对香港的 已有制度跟已有优势的支持 而较少处在高度自治范畴之内 那么港府的管制政策 以及香港本地的制度改革的议题 所以呢 两地融合并不是香港回归前 以及回归后一段时间里面 一国两制实践的一个重点 我们在修理风波当中 曾经有一个说法 说香港是一个胡涉黄的城市 在修理风波当中我们看到 除了香港警队 几乎没有一个权力机构 或者这个公务员的 这样一个代表人物 能够这个真正勇敢的站出来 来坚持法治的立场 来止暴之乱 来与中央 然后关切的国家的主权安全的 这个利益站在一起 那么两面派非常多 香港的自治机构当中 无论是立法会 法院甚至特区政府的很多部门 高官 然后都守从两端 然后都不敢然后坚持原则立场 他们不能够表现成一个 坚定的爱国者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香港的这个自治 自然给国家安全 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漏洞 而香港本地又没有能力 完成23条立法 来规管有关的风险 弥补有关的漏洞 而中央在香港 这么宽松的这个管制的安排 高度自治 然后高度节制自身的 这个权力的侵使 是要使香港成为中国与西方之间进行 经济圈局化合作的一个良性的平台 那么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呢 也是服务于各国的资本 方便他们通过香港平台来进入中国内地市场 一国两制绝对不会授权给 香港本地政府不作为 它去放任国家安全利益受到损害 而一国两制也不会授权香港成为一个颜色革命的基地 来颠覆 来侵蚀 社会主义中国的这个主体制度 一国两制更不会允许 那么香港成为一个外国代理人统治的一个香港 所以呢 基于这样一些种种的考量 原则 以及挑战性的这个现象的这个存在 压力因素的这个存在呢 那么才有一个一国两制制度上的一个 重新思考跟这个有效的这个弥补 这方面呢 其实我们要把来龙去脉 搞清楚之后才知道 国家安全并不是跟香港的高度自治 香港人的民主自由权利对立的 恰恰是国家安全是香港的自治 跟自由民主权利的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不存在的话 或者这个前提受损害的话 那香港就一定会走向别的方向 成为一个西方操纵下的新冷战的一个棋子